嗨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7月25号,欢迎收听TCMIC的Daily CNC News,和我们一起追踪工具机与自动化领域每日新闻摘要,掌握全球最新的工业领域动态吧。 在我们请矮矮小姐为我们阅读今天的新闻之前,先帮我们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每天早上就可以收听到最新的消息哦。 好,那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新闻摘要吧。 首先,我们要报道的是FANUC公司在机器人技术方面的创新,这些技术正在显著提升航态制造业的产能和效率。 第二则新闻,我们要探讨的是一项能够显著提升生产效率的新技术,这项技术旨在简化自动化设备之间的沟通。 第三则新闻,我们将介绍TRUMPOF公司如何利用人工智慧技术,让机器学会看见,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 第四则新闻,我们要报道的是汽车电池制造商如何利用人工智慧技术,在生产过程中取得显著成效。 最后,我们要报道的是粉末床融融技术在制造多材料金属零件方面的最新进展,这一技术为多个行业带来了新的应用机会。 以上是今天的五则新闻摘要,现在就让我们进一步了解每则新闻的详细内容吧。 让我们看到第一则新闻,我们要报道的是FANUC公司在机器人技术方面的创新,这些技术正在显著提升航态制造业的产能和效率。 FANUC公司是全球领先的工业自动化解决方案供应商,其最新的机器人技术正在为航态制造业带来巨大的改变。 这些机器人技术包括高精度的自动化设备,能够在生产过程中执行复杂而精细的操作,确保每一个部件都达到最高的质量标准。 首先,FANUC的机器人能够自动进行重复性高的任务,这大大减少了人工操作的错误率,提升了生产效率。 这些机器人不仅能够处理复杂的组装工作,还能进行高精度的测量和检查,确保每一个制造步骤都达到严格的质量控制标准。 此外,FANUC的机器人技术还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可以根据生产需求进行快速的调整和配置,这意味着企业可以更快地应对市场需求的变化,实现生产线的快速转换,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并降低成本。 值得一提的是,FANUC的机器人技术还融入了先进的数位化技术,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慧的应用,这些机器人能够自主学习和优化生产过程,进一步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例如,机器人可以通过分析大量生产数据,识别出潜在的问题并进行及时调整,从而避免生产故障和减少停机时间。 航泰制造业是技术逆集型产业,对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有着极高的要求。 FANUC的机器人技术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帮助航泰企业实现自动化生产,提升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 这不仅有助于企业在全球市场中保持竞争力,还能促进整个行业的技术进步。 总的来说,FANUC的创新机器人技术正在为航泰制造业带来深远的影响,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 我们期待看到更多企业采用这些先进技术,实现生产自动化和数位化转型,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 那接下来第二则的新闻,我们要探讨的是一项能够显著提升生产效率的新技术。 这项技术指在简化自动化设备之间的沟通。 在现代制造业中,自动化设备的广泛应用已经成为提升生产效率和降低成本的关键。 然而,如何确保这些设备之间的顺畅沟通,一直是一个挑战。 针对这一问题,最近的一项研究提出了一种新方法,可以有效简化自动化设备之间的沟通。 这项新技术的核心在于其高效的数据传输协议。 该协议能够在各种自动化设备之间建立稳定且快速的数据连接。 通过这种方式,设备可以及时交换数据,确保生产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都能够得到准确的执行。 首先,这项技术能够显著提高生产过程的连续性和精确度,自动化设备之间的无缝沟通,可以减少因信息传递不畅而导致的生产中断和错误。 同时,这项技术还能够进行实时监控和调整,确保生产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够达到最佳状态。 其次,这项技术还能够降低生产成本,传统的自动化沟通方式往往需要大量的硬体和软体支持,而这项新技术则通过优化数据传输协议,减少了对硬体的依赖,大大降低了设备之间的沟通成本。 此外,这项技术还能够提高设备的使用寿命,进一步降低了维护成本。 值得一提的是,这项技术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它能够兼容各种不同品牌和型号的自动化设备。 这意味着企业在进行生产线升级和扩展时,不需要更换现有的设备,仅需进行简单的软体更新即可实现设备之间的高效沟通。 这项技术的应用前景非常广泛,除了在传统制造业中发挥作用外,它还可以应用于航空、汽车、医疗等高科技产业,帮助这些行业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这项技术有望成为自动化行业的标准,为全球制造业带来更多的变革和进步。 总的来说,这项简化自动化沟通的新技术为制造业带来了重大变革,它不仅能够显著提升生产效率,还能够降低生产成本,为企业提供更灵活且高效的生产方案。 我们期待未来能够看到更多企业采用这项技术,实现生产自动化和数位化转型,推动制造业迈向新的高度。 接着第三则新闻我们将探讨Trumpf公司如何利用人工智慧、AI技术。 让机器学会看见,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 Trumpf公司一直致力于推动工业自动化和智能制造,最近他们在AI技术上的应用再次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 这次,Trumpf利用AI技术让机器具备了类似于人类的视觉能力,能够识别和理解其周围环境,从而更精确地完成各种生产任务。 那么,AI是如何让机器看见的呢? 首先,Trumpf利用先进的摄像头和传感器来捕捉机器周围的图像和数据。 这些图像和数据被传输到AI系统中,通过深度学习算法进行处理和分析。 AI系统可以从大量的数据中学习,识别出物体的形状、位置和特性,并将这些信息转化为机器可以理解的指令。 这项技术在工业生产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举例来说,Trumpf的机器可以通过AI视觉技术识别和分类不同类型的材料,并根据材料的特性进行相应的加工处理。 这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还减少了材料浪费,从而降低了生产成本。 此外,AI视觉技术还可以帮助机器进行质量检测。 传统的质量检测往往依赖于人工,费时费力且容易出错。 而有了AI技术,机器可以自动检测产品的质量,识别出细微的缺陷,确保每一件产品都达到高标准的质量要求。 更重要的是,这项技术革新为工业自动化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随着AI技术的不断进步,机器将能够处理越来越复杂的任务,并且能够自主学习和适应不同的生产环境。 这将大大推动工业4.0的发展,使制造业更加智能化和高效化。 当然,这项技术的应用也面临一些挑战。 例如,如何确保AI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如何处理大量的数据, 如何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中实现技术的灵活应用等。 Trumpf公司表示,他们将继续投入研发,努力解决这些挑战,并推动AI技术在工业领域的广泛应用。 总的来说,Trumpf利用AI技术让机器学会看见,这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和质量,还为工业自动化带来了更多的创新和挑战。 我们期待未来能够看到更多这样的技术革新,为制造业带来更多的变革和发展。 紧接着是第四则新闻我们要报道的是汽车电池制造商如何利用人工智慧,AI技术,在生产过程中取得显著成效。 随着电动车市场的不断扩展,汽车电池的需求量大幅增加,而AI技术的应用证帮助制造商在生产效率、品质控制和成本管理三个关键领域取得初步成效。 首先,AI技术在生产效率方面的提升尤为明显,传统的电池生产过程中,数据收集和分析的速度有限,而AI技术能够快速处理大量数据,优化生产流程。 例如,通过机器学习算法,AI可以预测生产设备的维护需求,从而减少停机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此外,AI技术还可以帮助自动调整生产线上的参数设置,确保每个生产阶段的最佳运行状态。 其次,在品质控制方面,AI技术同样展现出强大的优势,电池的品质直接关系到电动车的性能和安全性。 AI技术可以通过分析生产数据,实时监控电池的生产过程,及时发现并纠正任何潜在的品质问题。 例如,AI可以检测电池的微小缺陷,确保每个电池都符合严格的品质标准,这不仅提高了产品的品质,还减少了因品质问题导致的反攻和浪费。 最后,AI技术在成本管理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电池生产是一个高成本的过程,任何效率的提升都能带来显著的成本节约。 通过AI技术,制造商可以更精确地预测原材料的需求,避免过量采购或库存积压。 此外,AI还能够优化生产过程中的资源配置,降低能源消耗,进一步减少生产成本。 总的来说,AI技术的应用正在推动汽车电池制造商在生产效率、品质控制和成本管理三个关键领域取得初步成效,这一技术革新不仅有助于提高电池的生产效率和品质,还能降低生产成本,从而推动电动车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那最后一则新闻我们要报道的是粉末床融融技术在制造多材料金属零件方面的最新进展,这一技术为多个行业带来了新的应用机会。 粉末床融融,PBF技术是一种增材制造技术,通过逐层融融金属粉末来创建复杂的零件。 最近,这项技术在制造多材料金属零件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这意味着,PBF技术不仅可以用来生产单一材料的零件,还可以在同一零件中结合不同的金属材料,从而满足各种复杂的设计和性能需求。 多材料金属零件的生产对于许多行业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在航空航天领域,飞机和航天器需要具备高强度和轻量化的特性,通过PBF技术,制造商可以在一个零件中结合铝合金和钛合金,既保证了零件的强度,又减轻了重量,从而提高飞行器的性能和燃油效率。 在汽车行业,车辆零件需要兼顾耐用性和轻量化,多材料PBF技术使得制造商可以生产出具有不同性能区域的零件。 例如,在一个汽车零件中,同时使用钢材和铝材,可以提高零件的耐用性和抗撞击性,同时减轻车身重量,从而提高汽车的整体性能和燃油经济性。 医疗行业同样受益于多材料PBF技术,医疗设备和植入物通常需要具备不同的机械性能和生物相容性。 通过这一技术,制造商可以生产出结合钛合不锈钢等不同材料的医疗零件,既满足了植入物的强度需求,又保证了其与人体组织的相容性,从而提高了医疗设备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然而,多材料PBF技术也面临一些挑战,例如,不同材料之间的热膨胀系数差异可能导致零件在冷却过程中产生硬力和变形。 因此,研究人员正在致力于优化制造过程中的参数设置,以确保多材料零件的质量和稳定性。 总的来说,多材料PBF技术的发展为各行各业开创了新的应用机会,从航空航天到汽车,再到医疗行业,这一技术革新正在改变着制造业的未来。 我们期待未来能够看到更多基于这一技术的创新产品,为各行各业带来更多的价值和可能性。 感谢您的收看,这里是TCMIC新闻,我们将持续为您带来最新的工业与自动化领域的资讯,敬请关注,我们下次再见。 以上就是今天早上的TCMIC Daily CNC News,工业自动化正在不断地发展,还敬请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将持续为您带来最新的科技动态,还有行业资讯。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请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或按赞,并在留言中告诉我们,你还想了解哪些其他有趣的新闻呢? 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